我這樣是好 這我是用手動 因為用木棍 三十多歲 患有身心障礙的曼菲兒 控訴到台南麻場打工 被業者毆打 打電話向家人求助 父親緊急家人接回高雄 心疼孩子被打到全身傷 曼菲兒的手耳朵以及四肢都有傷 家人說六年前透過關係 他到台南這間四人麻場打工 並住在麻場內 但去年底四肢馬匹死掉 家人不滿 業者把帳算在孩子頭上 要求賠償一百二十萬 並對他拳腳相向 而借回家後更發現 說好每個月要支付一萬多塊的薪資 六年來通通沒入賬 說一塊一萬塊 要不然那些拳都沒了 都沒百責 沒了 算便宜 我們認為他是有聘僱的關係 然後有因為有聘僱的關係 就有勞動基準化的適用 做勞動檢查 然後現在有發現到一些違法的狀況 業者私下表示 事情真相跟家長控訴的有出入 目前已經蒐證 將提出告訴 但家人對於馬場業者 動手毆打孩子無法接受 將孩子接回家 報警並提告傷害 求助 志工 社會舉幫忙 賽區網上尾紅書珠 探訪報導 將麻煩 致伽工 第七 希望 十大 反朗 以外